北京时间8月25日 羽毛球世锦赛8分之1决赛顺利收官 国宇全天14战9胜 石宇齐显胜五家朗 陈宇飞轻取米亚 王芷宜赢下德比战 三位单打选手携手晋级 梁王击退马来西亚三双 图欧战胜省队二双 樊臣横扫印度一双 于贤丸胜荷兽荷兽合 亚斯速胜印尼三双 将板压击退马来西亚强荡 六组双打也相继突围 凤凰不敌丹麦一双 琉璃丸败日本油菜花 河州惨败 印尼玄民二老李世锋赴予省队 名将还月惨遭印尼新兴逆转 河冰娇在内战中败北 六组选手遗憾出局 石宇齐本轮对手是中国香港名将武嘉朗 首局打得顺风顺水 后两局则受到了对手强力的反扑 最终历经苦战 以2比1惊险获胜 顺利挺进南丹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将再次与老对手奈良刚攻大 隔往相对 双方在此前有过七次交锋 石宇齐次胜三负稍战上风 但最近三次都是日本新兴获胜 李世锋今日状态不佳 面对中国台北名将王子维 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应对的办法并不多 只能一味的被动挨打 以15比21 14比21两局败下阵来 职业生涯首次赋予对手 遗憾无缘八强 陈宇飞今日状态极佳 面对本土作战的米亚 陈宇飞整场比赛打得游刃有余 进攻端火力全开 完全掌控住了局面 以21比12 21比13两局轻松闯关 取得交手六连胜 强势挺进女单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将要与队友王子一上演中国得比战 何冰娇与王子一在本轮狭路相逢 最终经过三局激烈厮杀 王子一以2比1逆转战胜队友何冰娇 顺利晋级女单八强 将连续两轮遭遇内战 韩月本轮对手是印尼星星玛丽斯卡 韩三局名不虚传 今日也不例外 经过53分钟的熬战 以1比2惨遭逆转 无缘八强 两尾坑 王场今日状态一般 打满三局 以2比1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 万伟聪 郑凯文 取得交手两连胜 惊险挺进男双八强 决胜局 两人一度9比14落后 好在最后阶段轰出一波7比1 有惊无险的过关 下一轮将要与印尼强荡菲克里 毛拉纳争夺一个四强席位 双方在今年的泰国战 有过一次交锋 两王两局完胜 刘宇晨 欧选一状态有所回升 直落两局 以24比22 21到16击败了中国台北第二双打 卢静瑶 杨博涵 顺利晋级男双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将要与未免冠军谢定锋 苏伟毅隔往相对 双方此前有过三次交锋 图欧取得全胜 何继庭 周浩东以15到21 10到21两局 惨败印尼玄冥二老 阿山 亨德拉 三次交手 无一胜计 无援八强 陈清晨 贾伊凡 今日再次被安排在早场 面对印度组合 乔利 格亚特利 两人虽然有些慢热 但很快便调整了回来 直落两局 以21比14 21比9完胜 取得双方交手两连胜 轻松晋级 女双八强 下一轮将要与日本强荡 松山奈位 智田千阳争夺一张四强门票 双方在此前有过十次交锋 凡尘七胜三负 占据绝对上风 郑宇 张淑贤 今日的对手是荷兰组合克里斯腾 阿丽莎 后者实力平平 上轮洗收退赛大礼才得以晋级 本场比赛如预期相符 尽管被判了多次发球过高 但于衔打得依然相当轻松 请耗时31分钟就以21比13 21比10两局横扫过关 强势挺进女双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将要与马来西亚强荡陈康乐 蒂娜隔往相对 双方此前过过三次交锋 于衔全胜 李问妹 刘玄玄本轮再次与日本抢荡辅导游记 广天采花 狭路相逢 这是两队组合两个多月以来的第四次交锋 真是缘分不浅 最终经过两局的争夺 刘李组合以7比21 15比21惨败 止步16强 郑思维 黄亚琼状态极佳 攻防两端借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 仅耗时29分钟就以21到14 21比9两局速胜印尼组合 德阳 韦德加加 强势挺进混双八强 四分之一决赛将要迎战韩国组合金元号 郑娜银 双方在今年的新加坡战过一次交锋 雅思两局西败 明日将是复仇之战 蒋正邦 为亚新今日稳定发挥 直落两局以21比16 21比18战胜了马来西亚强敌 吴勋法 赖杰敏 顺利挺进混双八强 下一轮将要与丹麦强盪马蒂亚斯 伯尔争夺一张四强门票 冯燕哲 黄东平本轮正式被本土作战马蒂亚斯 伯尔挡在了四强门外 两局比分分别为15比21 18比21 第二局凤凰组合在17比12领先的大好局面下 突然断电 被一波带走 非常可惜 自然而言 所以 中文字幕——YK